2021-2022赛季的斯诺克职业联赛继续进行 北京时间2022年1月30日 斯诺克德国大师赛迎来了半决赛的对决 在这次半决赛中国军团发挥出色 赵新同击败李奇沃顿 严炳涛逆转马克艾伦 中国军团的两名小将 这次德国大师赛会师决赛 再次创造中国斯诺克的历史 中国军团在上世纪90年代 就派出球员参加斯诺克职业联赛 也是出现了像傅家俊 丁俊辉、田鹏飞、梁文博多位优秀的人才 在斯诺克职业联赛的舞台 中国德比战很多 本赛季中国军团就有将近30人参加斯诺克职业联赛 每一年的参赛人数都是居高不下 斯诺克是英国人发明的运动 如今中国斯诺克更是多次打破英国人的垄断 赵新同和严炳涛两名小将的迅速崛起 也是让中国斯诺克看到希望 周月龙、吕浩天等人也是等待机会 很有希望在未来冲击冠军 这次决赛是中国斯诺克第四次得比战 不管是谁夺冠 中国军团已经是提前将冠军收入囊中 中国军团提前锁定了赛季第二冠 赵新同此前获得了英锦赛的冠军 在丁俊辉持续低迷 傅家俊迟迟因病没回归的情况下 赵新同和严炳涛在挑大梁 中国斯诺克在斯诺克职业联赛的决赛 一共出现过三次得比战 这次是第四次前三次的比赛 丁俊辉都有参加2011年大师赛的决赛 丁俊辉面对傅家俊 两个人不想放弃争夺冠军的机会 结丁俊辉还是轻松拿下生涯 首个大师赛的冠军 在2013年丁俊辉和肖国栋 在上海大师赛狭路相逢 最终丁俊辉轻松夺冠 而在2013年国警赛 丁俊辉再次和老对手傅家俊 在决赛相遇 结果两个人打到决胜局分出胜负 最终丁俊辉是比九险胜 也是为中国斯诺克 再次拿到一个宝贵的冠军 丁俊辉是中国斯诺克 获得冠军次数最多的球员 14个排名赛冠军 更是让很多中国球员望尘莫及 一些90后球员 甚至是中国00后小将 都是把丁俊辉视为偶像 可是丁俊辉最近两年状态一般 上一次夺冠已经是2019年的事情了 如今丁俊辉的时代 似乎是一去不复返 暂时告一段落 丁俊辉和赵新彤成为中国斯诺克 暂时的领军人物 期待两名小将 能在斯诺克德国大师赛决赛 上演精彩对决 希望未来斯诺克决赛 出现更多中国得比